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YouTube在这上面发视频 比国内平台的收益高 能不能够我们讲一讲 我看完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 我今天我给大家报一个大料 我可能要得罪人 但是无所谓了 得罪人就得罪人了 对吧 那咱就把这个 因为我嘛 也作为一个在各平台都发的 然后在我把各平台的这个收益跟大家说一遍 至于做视频是一门生意呢 做视频还是一门什么呢 这个就人者见人智者见智了 我只负责说 好吧 然后大家自己去想 对吧 但是我呢 我就是说一下 大家可以不用怀疑很多人的人品 我只代表我自己的意见 不代表别人的意见 OK啊 那我呢 现在就以主动的几个平台来说 国内的几个平台 比如说某条 某站 还有这个某度 包括这个某那个什么 这个其他的咱就不说了 其他的还有呢 包括这个油管啊 这些咱们来说 首先啊 没有一个up主是只会发头一个平台的啊 即使他签了约 就比如说很多西瓜视频 很多人在上面签约 那么即使是签约呢 他也选择发在两个平台 知道吧 就是即使是他在 他是成为了这个平台的独家签约作者 那么他也可以发在两个平台 一个是这个平台本身 那国内的其他平台不能发了 海外他可以发 发一个油管 那么这些平台的收益是多少呢 我只能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啊 咱们先从破绽开始吧 好 不错 上图 大家看一眼啊 这是我破绽这几天的收益 有时候会高一点 有时候会低一点啊 除非是遇到那种特别大流量的视频 几十万播放 就是某一个视频啊 顶到几十万播放的时候 一天大概能有两三百块钱吧 反正平均下来 一天就是三十到七十块钱不等 有时候流量好的时候能到一百多 有时候差的时候也有二十多块钱的时候 所以说平均到每一个月啊 就是我作为一个 大家说在美国日常开销三千刀才够的up主呢 我每个月靠破绽平均啊 差不多人民币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某条啊 这个某条呢 其实我先跟大家纠正一个概念啊 大家不要看这个人有多少粉丝量 其实多少粉丝量呢 你只占一个光 就是说他如果订阅了你 你视频发出来 会优先推荐给粉丝 那么你的基数量越大 那么你的这个编辑效应越大嘛 对吧 你能收到的推荐就越多 那么粉丝有可能点击去看的这个可能性越大 当然了 你做出来垃圾视频了 那本质上还是没什么人愿意进去看的 只是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 不同的就是说你更多的粉丝看到了 可能更多的粉丝会给你面子 那么一百万的up主相对来说三万的up主 那肯定是要沾光的 对吧 它只有这么一点区别 但是呢 那由于是你的视频被很多人看到了嘛 那自然你的流量也就高了 它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说最后你的总收入 它是算什么来的呢 它是算这个播放量来的 它不是别的 按照播放量多少给你钱 反正大家看我的播放量啊 反正在破绽一天就是几万 就这么买钱 给的流量和这个给的钱 谁相对来说多一些呢 这个收益相对来说多一些呢 就是这个某条啊 就是我们叫什么西瓜啊 反正它都是一家的嘛 对吧 反正你发出去 它都是同平台的 就是这几个平台就同步了 它是一块的 包括某音 某音虽然说流量最大 但是它是没有那个什么的 但是它是没有收益的 但是估计是现在也要开了 那咱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一直在某条上发 那在某条上发呢 它给的钱相对来说多一点 那边流量也大一点 那我发的题目呢 在那边在限流以后 通常一天只有两三万的流量 然后这个很多的东西 也会被限制 所以说就会比较麻烦 然后这样的话呢 每天的就很低 即使是做出那种 稍微来说 别人喜欢一点的视频 就推荐量高一点的 收益也会很低 我在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 大量的时间 就是被限流的时候呢 收益是在几十块钱一天 也很少 反正一个月有两三千块钱人民币吧 最多了 一般就是这么多 但是没有限流以前 我是可以告诉大家有多少的 就是在没有限流以前 包括之后又给我开过一段 开了大概有十几天一个月的 然后这段限流多少呢 我基本上一天的流量播放量 差不多是十万到二十万之间 有时候高的时候 最高的一天到四十四万 最低的一天到过几万 就是没限流的时候啊 差不多一天是有个几百块钱人民币的 当然这些都是税钱的 你要交税的 交税完了就没有那么多嘛 对吧 所以说 这又是一部分 知道吧 那这个呢 如果你要是某条好好做的话 就是你做到最高峰 比如说不对限流啊 耗也没 没任何事情的时候 那么 那这个呢 一天差不多 一个月差不多能有个 你算算吧 一天至少也得有个几百块钱 人民币啊 这就还很可观了 所以说 那如果你换成美刀呢 那一个月两三天美刀吃饭 是肯定够了 但是大家知道 我嘛 我因为不怎么恰愤啊 说的一些话 很多人 大家也没那么爱听 所以说 这个流量一直是 我已经拿了半年的 这个每天几十块了啊 包括很多人骂 我说我无底线讨好 国内观众说美国衰落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我去 回头我给大家列个单子吧 我去美国这么十几 十八九天 加上汽油费 加上住宿 赚了一大圈 自己投了是大几千美刀 但是我的收益呢 加起来人民币可能不到 一万五都不到 不好意思 一万多一点 所以说 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少的 就是那些视频全部加起来 是包括了之后又有几天给我松开流量的那种 所有平台加起来 就这么点钱 所以说我是自己贴钱在做视频 是不赚钱的 那么 这个东西能不能赚钱呢 当然是能赚钱的 在国内平台上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你可以接广告 当然国外平台也有广告啊 一般来说 没有国内平台这么火 一般来说 就是你在国内平台做火了以后 你可以接广告 那广告就比较多了嘛 对不对 广告就是说 那看 那就每条就不一样了 每个主播的价钱也不一样 几百上千 几千几万的 反正大家都有 可能人家百万UP主 就一条可能一万块钱 可能你几万UP主 一条可能就几百块钱 我猜的 我猜的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所以说 大家不要再说 这个UP主很好赚钱 其实小UP主 有个五万十万粉丝 在国内也就刚好吃饭 在美国这个粉丝量 你是不够吃饭的 也不要说什么 我们那什么 你这个如果要是 说比这个比起来 真心不如去 没当往赚钱赚的多 我就是 就是这么 跟大家就是坦诚的 这么说一说 大家也别当那个什么 但是呢 有些大UP主呢 比如说他过百万的 这种粉丝量的 那这个人家一个月 整个 我不说具体数啊 大家可以去看看 他们的播放量 整一个 每天整个几千人民币 应该是问题不大 大家自己数一数啊 我就具体不说了 这还不算广告啊 这些东西 因为我是根据 我自己的流量啊 你扩大倍数就好了嘛 但是人家有些 还有补助啊 补贴啊 这些都不一样的啊 就每个人 你都后台都自己 能看得到的 都是不一样的 那咱就不胡说了啊 那这些东西呢 大家算算是多少钱 这是国内部分啊 国外部分现在来了 就是油管 大家知道啊 很多人在油管发视频啊 说自己是 有些人是 是吧 是攻击自己的故乡的 有些人是捧自己的故乡的 那不论这两类人呢 是怎么做的 反正他们说 我都是为了人民好 我都是为了唤醒大众 那咱们就来看看 是不是为了唤醒大众啊 因为我在油管上也发东西 但是我不盈利啊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应利 因为我也没申请开通呢 当然有够资格了啊 我的号不知道为什么出了点问题 但我还没申请开通呢 但别人呢 大量都申请开通了 我就从我朋友这儿来说说吧 我朋友啊 就是某up主啊 很多人都骂他啊 但是这个某up主呢 有一点还是值得尊敬的 为什么呢 这个人三万多的粉丝 就是油管上也一样啊 也主要是看你的流量啊 这人三万多的粉丝 那么三万多的粉丝呢 他在全盛时期吧 他的这个一个月能赚到的钱 就是两千多刀 三万粉丝两千多刀 那这个呢 如果你是过得比较拮据的 在家你老婆随便出去上个班 你是可以已经全职在家做这个的 因为你往后粉丝流量还会涨嘛 但是呢 那这三万粉丝两千多刀的这个收入呢 硬被他自个儿骂成了一千多刀 啊 洗粉嘛 然后大家都骂他公知 然后就就就硬硬成了一千多刀 那这个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啊 一千多刀 那么你这么算呢 往上我们可以去承啊 因为油管上好多怀上up主 对吧 咱们不算那些最顶流的啊 什么离子漆之类的 咱就说咱们就是见证圈的这些 对吧 啊 比较大的up主有十几万的啊 然后比较小的up主啊 有几万的啊 甚至还有像我这种几千的 一两千的啊 什么都有啊 好吧 那所以说你如果是在中国三线城市 或者中国农村工作的一个up主 你在境外发信息 就是这油管上发信息 你差不多每个月有个 呃 你要有个一万多粉丝 七八百刀八九百刀 那足够你生活了已经啊 七八百刀八九百刀 那你合人民币也都是五千块钱啊 六千块钱 那你出去上班 你在三线城市还不到这个价钱呢 是吧 所以说这个是够的啊 啊 至于像大家说的这种 啊 五万多 六万多 七万多 八万多 九万多 十万多 那这些up主一月能挣多少钱呢 啊 这些up主我不说啊 大家自己去看播放量 但是播放量大家可以数啊 但是我按照平均值来算 当然有些人可能比这个平均值要低 那有些人比这个平均值要高 按照平均值来算啊 这个播放量达到十万级别的 这个油管的up主 不算能不能接广告我不知道啊 对油管我没那么了解 但是光从啊 up主的这个收益来看 五千到八千刀吧 是我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 啊 十万up主的这个 就是十万或者十万家的这个级别啊 或者说八万家的这个级别 五千刀 或者说咱至少四千到八千刀 这个值点吧 是我最保守的估计 人家在国内可能还发一份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 到底是为了赚钱 还是为了流量呢 我不说 当然我认为这个赚钱没什么嘛 对吧 但是你不能赚钱 你不告诉大家真相 以后不是为了唤醒大众啊 这个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四千跟八千刀 是吧 这只是一份油管的收入啊 就是达到这个级别 或者更高 二十万三十万的 我都见过 二十万到三十万的 它可能一月 它可能一个月 如果你换算成人民币的 每斤它都能拿好几万刀 就是到那个级别的啊 几十万的这个级别的 两三万刀 三四万刀一个月啊 这都是有的 所以说油管是很多的啊 就是我就把这些东西啊 就是从流量算 我当我只说一个大概 不说具体啊 我只是把这个东西 跟大家说一下 那大家自己算嘛 那就比如说 我在国内也发 就很多up主 像我这样 在国内也发 在国外也发 那人家国外 可能油管上 有个五万粉丝 对吧 然后国内的这个 也有个十几万 那国内的一个月 恰个两三千刀 然后这国外一个月 恰个三四千刀 那你算算 比这个打工人多多少 打赏另算 直播另算啊 三四千刀 那加起来 就很多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也不说 大家什么 在说美国 什么你们在国外啊 就是什么 卖国跟美国交税啊 这up主 然后你在国内 就是爱国给 你在国内 往油管上发信息 每年也得 给美国的 这个平台交税啊 人家是有正式的 税表给你的啊 这个你瞒不了 张思亮啊 你即使我是 美国华人啊 有些人他入了 美国籍了 那么他在国内的 平台上发信息 那么我们一样 是给国内的 公司交税的啊 那么我们也是 一样在为国家 做贡献啊 所以说呢 他这个东西 不看你住在哪 而是看你在哪个 平台上给谁交税 知道吧 如果你要按照 交税来算的话 我现在是一个 给中国交税的人 我不是 我不是给美国 因为我油管 还没盈利呢 所以说你没有资格 骂我美国 就这么简单 行吧 今天呢 这一期啊 大家赶紧看啊 看完了赶紧删 因为我估计这一期呢 这个这个 有些人肯定是会 举报说我造谣的 但是我具体 是不是造谣呢 我也不想说啊 因为这个东西 我一家之言吧 只能说我一家之言吧 我只是不愿意 说一些太假的话 当然大家可以看完说 你就是撒谎 人就不赚钱 人就是为了唤醒大众 那也行 也行 也可以啊 我只是说这个东西吧 就是大家 就是赚钱没什么 我一直认为赚钱没什么 对不对 但你要打着 唤醒大众的 当然也打 可以做这个人设啊 做这个人设没问题 当然你去抨击别人 就不太好了嘛 对不对 那行吧 这一期咱也不多说了 只有朋友让我讲一讲 这个国内平台 国外平台发哪个 收益更高的问题 那么我们跟大家 分享一下啊 让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什么 人认区咱们再问吧 或者是私信咱们再说吧 那行 那这一期就跟大家做到这 大家拜拜